不要再打贸易战了 各方分歧加剧 社会撕裂继续 苏格兰寻求二次独立公投 若苏格兰脱鹰成功或引发连锁反应 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入最后冲刺 蔡英文 韩国瑜 宋主于三人 正面交锋 民调诡决难测 韩国瑜正在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翻转局势 谁能笑到最后还是未知数 澳门回归20周年举世瞩目 但博彩业一夜独大 制约澳门发展 今后澳门经济适度多延化 在一中心 一平台 一基地的基础上 特色金融业成为重要突破口 中美贸易战2020会否再次升温 即便这四个条件都满足美国人 美国人还是不满意 这不是平常的谈判 要做好暴风雨来的准备 2020英国脱欧大戏能否落幕 脱着脱着把胳膊腿给脱了 英国人在脱欧以后 他这种identity会更强 将来分成三个国家的可能性 应该是90% 2020台湾大选 谁是最后赢家 韩国瑜这个选情和当时谈谈不选 有一点像 应该是蔡英文赢不到三万张的选票 王再新会长 你大胆地判断 蔡英文无论如何 他不会财 两岸的这个红线 2020澳门新起点 赌城能否变身金融中心 他们不希望澳门的局势受香港的影响 它比香港更加容易实现 香港现在的情况 金融业 从业者是有责任的 一会一席谈新年特别节目 变局一致 把脉全球大事 2020四大观察 一会一席谈 有话大家谈 全球的华人你好 欢迎收看由特地练习为您独家赞助的一会一席谈2020 Yes 我们来了 一会一席谈在2020年堂堂迈入第15周年 这是开心的时刻令人期待的一刻 而对国际局势来说 这是一个大变局的一年 2020年有哪些大变局首先两岸关系 台湾的大选到底结果如何 还有港澳会成像出什么样的新风貌 当然您别忘了在国际局势部分 我们远的就来看看英国他真的能够脱欧到底吗 但是在2020年你问全球的经纪人他会回答 刚刚那些都不重要 先来关心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能不能在2020有缓和的迹象呢 首先一开始我先请教一下志凯兄 韦文兄 两位专家简单的回答我 2020中美的贸易战 有没有可能会比前一年缓和赞成反对 场中央亮提板 不可能 不可能 哎呀又不可能 怎么会这么悲观呢 首先志凯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现在世界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 所以虽然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有可能签署 但是美国现在变幻莫测 而且在2020年中美关系可能有更多的险情 因此总体来说 我觉得应该保持谨慎的乐观 但是千万不能够过分的乐观 我总体同意高老师的估计 我们虽然已经就第一阶段的协议的文本达成了一致 并不代表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签署 签署了以后 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 还充满了变数 并且要付出坚固的努力 然后第一阶段完了紧接触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深水区更加复杂 在这中间呢 特意考虑到美国的大选年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两个碰撞在一起 可以说中美关系是更加复杂 变数也更加多 我们要做好 可能升级的准备 这边是可能升级的准备 这边是还有更多的潜情 接下来的新闻嘉宾 左手边所看到的是纽约规划局的前局长 美籍华人 饶吉人掌声 欢迎吉人修来到健康 吉人修 你刚刚取得是赞成还是反对 我刚才讲的反对 赞成反对 所以你是更悲观的 我认为非常的危险 而且不只是悲观 因为第一阶段呢 是双方的需要达成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呢 基本上面是牵涉到体制的改变 跟我们价值体系的改变 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做好 暴风雨来的准备 暴风雨来的准备 我知道您曾经跟特朗普 有近距离地接触过 那么我先问一个关键点 看到了这个中美贸易战 在第一阶段达成 目前特朗普 说了一句话说 我们美国赢了 这算是美国赢了吗 认同特朗普 说法的是赞成 相反对 来 请量提板 三 二 一 我们看看 这边是不赞成 不赞成 不这样说法 但是你却是赞成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美国已经达到 他当初要打贸易战的 第一个目标 就让中国的 大量采购的农产品 从此对中国的 一些进口的放宽 但是后面会不会 再继续赢呢 就不一定 因为现在美国 有一个很危险的 新麦卡新主义的抬头 特朗普当选以后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指派一个 最高法院的法官 而且这个法官呢 要是指派的话 一定是保守党出任 所以美国整个风气 就是上右倾斜 完全上右倾斜 这才更糟糕 但是一开始 对于这个美国赢的说法 你是认同的 但是何老师却说 不 不 不 为什么 我不认为是美国赢了 但是也不认为是中国赢了 你看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查尔斯·舒默 愤怒地斥责特朗普 只是出卖了美国利益 向中国投降 从我们讲如何判断 判断不了 因为协议文本的全文 没有发布 全部讲的都是 莱特哈尔斯一个人讲的 有意思 智凯兄 您是负责全球化与中国部分个题的 所以从全球化跟中国角度 谁赢谁输 中美贸易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战是错误 中国被迫迎战也是迫于无奈 中美贸易战 中国和美国都不可能是赢家 如果我们国内有人说中国是赢家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这是对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性的错误的判断 所以第一阶段的协议如果能够达成 最后领导签署 而且付诸实施 我觉得我们只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而且最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会受益 不要再打贸易战了 但无论如何让我们翻出 接下来2020年当中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美国总统大选就算选出之后 中美贸易战还会继续再升级 你认同说法举赞成 相反的反对 请亮提板三二一 我们看看厂中央的三位 通通都是任务这样说法 厂下的也大部分都是 但是我看到有反对的 请说 这个要在于他大选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是民主党获胜的话 虽然民主党获胜的可能性可能会低一些 因为现在美国经济非常好 但是如果民主党获胜的话 可能他们会去减小碰撞 我就是觉得特朗普可能会孤注一掷 会有可能会做出别人想象不出来的为了胜选 为了胜选 2020到底谁会胜选呢 我先给你引诱一个最新的指数 义乌指数 厂下里有没有知道义乌指数的 来请说 义乌它是制造小商品 然后小商品的话 它就是制造它的支持者的那个旗子呀帽子呀 通过这些就是它的订单量 来判断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在2016年的时候 特朗普的订单量是远远胜过民主党的 对 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所有美国的民调选举都说 都是希拉里可能获胜 希拉里可能获胜 但是中国的义乌指数告诉你不对 在所有的竞选温圈品当中发现 所有美国它下订单在义乌上的 通通都是大部分是特朗普 结果后来果然翻局了 而现在义乌指数公布了 义乌指数告诉你说 特朗普他会是2020的大赢家 你认同他的判断的举赞成 相反反对 3 2 1 来 我看看 何老师你判断是什么 义乌指数准吗 请讲 不准 义乌指数仅仅是一个片段 而且现在大选还没有到它的实质性阶段 任何变化都可能产生 我不知道2008年 这个义乌指数是什么 有没有人预料到奥巴马会击败希拉里 所以我们不能就一个义乌指数来判断大选 那是太不于简单了 我的老家就是义乌 你的老家就是义乌 但他告诉你 你别太相信我老家的东西 还要参考其他的实质 但是在美国的饶劫人却觉得可以参考 为什么 我觉得义乌指数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不一定是绝对的参考价值 因为要知道美国人去竞选的场所 他买帽子 买旗子 买T恤都要花钱 这里面有一部分的钱是捐款 就普通一个帽子要是5块钱 他可能卖25块钱 5块钱是帽子钱 20块钱是捐款 所以当你印制这么多东西的时候 就表示有这么多人会去买 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到现在为止 他所有的捐款 尤其是小额捐款 在所有候选人里面是遥遥领先 所以投票要靠热情 没有人强迫你去投票 他投的这个票是因为 他当初捐了很多的钱 买了很多的纪念品 他一定要这张票work 一定要他能够进行 有效 我直接问一下 刚刚何老师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 说你上一届 没错 你特朗普打败了希拉里 在前一届的义乌指数 就有 这是怎么看的奥巴马呢 前一届的义乌指数 并没有参考价值 因为那时候义乌还没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机 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这个指数出来 因为我自己也是浙江人 所以我很清楚 你看看 来 你看两个都是浙江 两个不同看法 来 居凯呢 居凯 你也是浙江人吗 我是江苏人 你江苏人 在旁边隔壁邻居 对 我觉得义乌指数 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他有个前提 就是美国的证据 没有根本性的 颠覆性的变化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三个被弹劾的总统之后 这个弹劾的文件 是不是要送到参议院 什么时候送 怎么审判 这变成了一个变数 也就是说 也有这种可能 如果进行公平的审判的话 也许可以发现 更有爆炸性的证据 如果发生这样的 爆炸性的事件的话 义乌指数 所存在的前提条件 就有可能不存在了 好 不过无论如何 在画面上看到 2020中美的经贸博弈 钢据大家的分析 都有可能进一步的升级 我们所看到 公布出来的 第一部分的焦点 包括中国进口 美国的农业产品 还有取消部分的 加征关税部分 但是接下 下一步最重要的博弈点 到底会是在哪 你特别提醒全球华人 该注意的是什么 然后简请说 咱们这个国企的重点 企业派驻官场员 是不可以接受的 这是牵涉到 我们中国的主权问题 所以当初在谈判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为什么刘鹤说 我不可能当卖国贼 没有人 中国人要 这个美国人不晓得 中国人对李鸿章的 这种看法 现在没有一个官员 想在历史上 变成第二个李鸿章 所以当你派驻国企 看你的书 但是你中国人 没有办法到美国 派驻他同等待遇的话 这个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意 而且我觉得 习总书一定不同意 是200%对的 你看上面写的 全部都是美国剧本 都是美国出题目 中国来做 都是中国不对 按照美国要求来整改 这不是平等的谈判 我们要倒过来 下一步的最关键 第一个是什么 美国全部取消 所新加征的关税 因为这是违背 世贸规则的 你做不到这一点 就没有协议 这会就是我们的底线吗 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一条中国已经让步了 就是不取消 全部全部取消 对于新增加的关税 它是减半 过去的关税保留 这是原来我们中国的立场 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上面 从美国的观察院 是说美国赢了 这是第一阶段 对第一阶段 好戏还有在后头 来我们看看季凯的分析 你这里所列举的四大题目 表面上都是跟中美贸易有关的 但实际上 现在牵扯到中美两个国家 最根本的战略互信 或者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即便这四个条件 都满足美国人的 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人还是不满意 他还是会步步紧逼 所以在2020年当中 中美之间战略方面的碰撞 接下来我们值得观察 焦点是什么 休息便客 回到现场 还有几位嘉宾 要加入我们PK行列 待会见 中美激烈的博弈 并不是贸易战 英国人历来做的是第三种选择 这次脱欧 我觉得糟了 大英帝国已经没有了 一虎一席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又回嘉宾加入我们PK行列 在右手边 您即将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的所长 崔洪健 掌声 欢迎洪健兄来到现场 一开始 我请洪健兄 睁大你的眼睛 来看大体版 中美之间 接下来 我们从历史看来推上 在2002年 你还记得吗 中共的十六大报告里头 说了这么一句话 21世纪 头20年 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 并且可以大有作为 重要的战略机遇区 今年什么年 我们已经迈入了2020年了 有人说中国从战略机遇期 然后有可能变成 所谓的战略竞争期吗 你看2018年 画面上所看到的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说 中国 俄罗斯 这是美国安全最大挑战 所以你看 从2018年之后 到现在美国发动了 将近18个月的对华贸易战 所以我想这红剑兄 有没有可能是美国战略条件 变成冷战反恐 接着是抑制中国战略的竞争者 这个趋势是存在的 但是呢 我没有那么悲观 因为我想呢 势在人为 而且呢 现在的世界呢 毕竟跟这个 之前的世界 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呢 都生活在一个 全球化的世界里面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像美国发动贸易战一样 它是一把双刃剑 它或许会对中国的 这个贸易啊 出口啊 造成一些影响 但是反过来呢 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呢 可能更大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我想特朗普总统 他采用了一些 非常规的手段 包括贸易战 但是 他是有限度的 而且我们再说呢 这个势在人为 我相信 只要中国方面 不愿意被美国 拖入所谓的 这样你所活的 战略竞争中去的话 美国单方面 也是做不到的 你说势在人为 但有时候讲说 形势比人强 再加上 接下来的变局 到底有没有可能 中美之间 避免所谓的新冷战 吉人 你的判断 我个人估计 应该是进入 新冷战时期 因为在人的 价值观念里面 他要一个 非常强而有力的 竞争对手 这个就像打拳局一样 他一定要有一个对手 他不想对着空气打 他要对着 眼前看得到的敌人 他会把你妖魔化 他才能够有 他自己的激发 他的团结心 所以以前是把苏联 苏联打垮以后 一直没找到 一个合适的对手 现在中国攫取 让他上上下下 都说我们要遏止他 所以为什么 最近的民调 75%的人 他不认为中国 是军事威胁 但是是经济威胁 我觉得过去一年半 我们集中经理 都在讨论中美贸易问题 实际上 应该讨论的是 双方战略互信的问题 因为美国人 现在担心是 只要中国的经济 总量超过美国 中国必然会挑战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我觉得我们中国 应该跟美国人 用种种办法 说明一个道理 我经济发展是必然的 你没有权利 也没有办法阻拦我的发展 但是 我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了 我也不会 也不愿意 去战略性的挑战美国 我认为现在 中美之间的 这个目前的 激烈的博弈 并不是贸易战 贸易仅仅是载体 而是战略上的斗争 也就是说 美国在战略上 三个不允许 第一个 不允许 从它社会制度 完全不同的中国 长得越来越大 而且会比它 长得还要大 第二个 不能容忍 中国高科技 和高端制造业 发展的越来越大 动摇它的主导地位 第三个 不能允许 一带一路 对美国主导的 国际秩序的重构 这个是长期的 战略的 所以战略上的矛盾 不是短时间来 或者是发发善心 就可以解决的 但是这仅仅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中美之间 牢固的互补关系 这个是个经济规律 2019年一年 尽管说 中美的贸易战 打得这么大 但是美国的 州市 以及是广大的工商界 对华合作 依然在高涨 所以要看到 这两倍 这就制约了 战略上的压制 它不可能走到 绝对 好 中国大家所说 2020年中美时间 别忘了有 毛对里面 有合作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 户信太重要了 有一个国家 现在户信 简直都是崩溃了 全世界都想 骂着他们 说你们到底 在画面所问的 就是英国首相 约翰逊 你到底 这个时间表 能够进入快车道吗 红尽的看法 2020年1月31号 1月31号 脱欧应该说 这个的概率 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知道 在12月20号 就在2019年的 在12月20号 实际上英国议会 已经启动了 这个投票程序 约翰逊的策略呢 就是把时间 作为一个极限 然后给这个英国议会 包括给保党内部施压 应该说 他从上台以后 到提出这个提权大选 这整个一个套路 应该是他早就设计好的 所以我想 他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说 他的策略是比较成功的 这样的话 他可以比较自豪地说 他带着英国人 终于走出了 这个脱欧的困局 我认为在英国脱欧的问题上 英国人真的像 传统上所说的 英国的庶女和先生一样 比较羞羞大大 口头上 喊声很大 但实际上脱欧的时候 肯定是羞羞大大 所以我说 到了今年的1月31号 他这个脱欧 我担心还是脱不成 而且呢 他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比如说 北尔兰边界的问题 还有现在又多出一个 苏格兰前途的问题 会成为英国脱欧的 很根本性的 难以预约的困难 1月31号脱欧 我觉得没有悬念 至于12月31号 可不可以顺利达成 脱欧协议 但这个是不一定 因为从欧盟整个来讲 要看欧盟整个的气势怎么样 如果法国跟德国 能够守住他的底线的话 我觉得英国脱欧 最后达成协议的机会 可能比较不大 但是如果德国跟法国 要是进入像现在的 法国大包公 把马克龙搞得 根本没有办法 成为欧洲的盟主的话 那他有可能 就会达成他的脱欧的协议 但是我们看看 波尔兰兰 他最喜欢的女人是谁呢 有人开玩笑 他最喜欢的就是 他的前任 特里莎妹 因为有特里莎妹 让他有机会把她干掉 但是现在又有个女人 想把她干掉 给她搞破坏 是谁呢 画面上特别看到 就是苏格兰首席大臣 斯特金说 你只要敢脱欧 我们苏格兰 再来一次独立公投 你脱欧 我脱英 到底谁未成赢家 红建 在之前啊 这个苏格兰已经搞破一次 这个独立公投 但当时的结果呢 是要说 多的苏格兰人呢 要主张要留在英国 所以现在呢 的确 这个斯特金 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 而且呢 实际上 他也是想打乱一下 这个约翰逊的这个节奏 但是我们知道 之前的那个苏格兰独立公投啊 他一定程度上呢 他是来自于当时的首相 卡梅伦的一种放任 因为卡梅伦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呢 帮助他获得这个苏格兰方面的支持 但在这一次 在这样一个背景 在当前的背景下 我不相信 约翰逊还会放水 所以约翰逊有足够的政治的手段 法律的手段 可以把这个所谓的 苏格兰的第二次独立空投 扼杀在摇滥里面 这个在美国我们讲 British no more 大英帝国已经没有了 将来分成三个国家的可能性 应该是90% 英国的这种衰退 从他的这个整个政治理念 英国人为什么要脱欧 因为他认为 我们原来是不落日的帝国 多少的财产 多少的国家 所以脱欧洲人来摆布 我们是心理下不平衡的 所以我觉得 斯特金会一直在提这个问题 因为这次民主党 苏格兰民主党赢了55席 超过他们很多 所以他的元气非常好 而且苏格兰人 你问苏格兰人 他从来不说我是英国人 我有很多苏格兰的朋友 他说我们不是英国人 他就说自己是苏格兰人 他说我是Skottish 所以原来是United Kingdom 三个国家的一个结合 其实每个Kindom 都有他自己的算盘 我觉得英国这三年 真的是自我折腾 他需要的是 脱来脱去 熊熊达达到现在还没脱成 但是最终有可能发生的是 脱着脱着 把胳膊腿给脱了 也就是说 英国作为所谓的 现代民主的鼻祖 几百年来都老谋深算 很少犯原则性的错误 这次脱欧 我觉得糟了 他栽在这个重大的事件上 最后苏格兰 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觉得反而是 大概的 好 来我们看到这边 请大家仔细看一下 Bord Johnson 他的双手举了一个 拥抱的动作 对不对 我要请问一下 厂下的观众朋友们 这个脱欧之后的英国 到底是抓紧的美国 为第一要务 还是要拥抱中国 这庞大的商机的市场 最重要呢 你认为 拥抱中国的举赞成 抓紧美国的举反对 三 二 一 来我们看看 来 宏剑的看法是 我觉得大家做这种 非词即比的选择 这恰恰显述出英国人的高明 英国人历来做的是 第三种选择 我们知道英国呢 是贸易立国 如果我们站在英国的历史上 站在约翰逊的历史上 替他算笔账的话 中国和美国 对英国来说呢 似乎是 一个是存量 一个是增量的关系 从存量上来看 就从已有的 这个贸易和投资技术来看 毫无疑问 英美要比 现在中英要大 但是中英贸易的增长幅度 要大于英美贸易的增长幅度 所以这就取决于说 约翰逊他怎么看待 中国未来的经济方案潜力 以及中国为代表的 亚太市长的潜力 我再补充一点 伦敦是所以作为 全球的金融中心 很大一部分是 美国的交易商在那儿交易 如果把这点离开了 那就 英国的地位就不是这样 但另一方面呢 拥抱中国是必须的 因为中国代表着亚太地区 所以英国在这两边 它会两全其美的 亚投行 美国是反对的 英国第一个加入 在八大国家中间 但是英国呢 在很多一系列的问题上 又站在美国一边 今后这种情况还会继续 我觉得在今后几年内 美国在看到英国 脱欧以后 会想方设法地会控制英国 甚至我觉得 有可能希望把英国名义上 或者实际上 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 当然不可能做 英国女皇绝对不会答应 所以他会很纠结 而最终的话 美国对英国的指令 或者他的表述会非常清楚 他是希望英国紧跟美国 把英国捆在 美国可能日益坚强的 要针对中国敌对战略事实上 所以我觉得英国 并不是百分之百 能够控制自己今后的重大战争 我很惊讶听到高老师的论点 我觉得也代表很多 中国的智库的论点 我觉得very naive 英国跟美国是partners 和伙关系 我常常给干部上课 我说玩什么牌 玩什么游戏 会影响你的这个示威模式 所以英国 美国打桥牌 partner很重要 咱们这个下围棋 大局关很重要 打麻将 个人主义很重要 所以我说 打麻将的干部都不能用 因为他是卡住上家 丁死下家 你可人家 自己不可以 不让人家赢 非常自私 个人呢 他在这个上面来讲 他有他的emotional 他情绪上的需要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深算 中国目前 从英媒来讲 他说我们对这个regime We don't trust them 这个是目前 最急得要 中国方面做出努力 克服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官方太多了 民间太少 我同意 饶先生的大部分观点 但是我不同意 他的第一个观点 他认为大多数的中国质户 都是这么naive 我不这么认为 我想说的是 如果我们看英美关系 还是朝着一种说 因为美国够强够大 而英国偷以后 够弱够小 所以这个弱的小的 就可能被大的强的所控制的话 那我们就很难理解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的 为什么苏格兰人始终说 I'm Scottish I'm not British 所以我相信 这个英国人 在脱威以后 他这种identity会更强 我们看到这个5G的问题 美国说 你不要用中国的企业 在5G市场上 然后后来英国提出一个方案 什么呢 说如果这家企业 它的安全风险是可控的 在技术上 那我就可以用 实际上他是想把这个 从美国来的政治问题 转化为技术问题 我觉得这就充分体现了 英国人的智慧 我补充一点 最近我注意到 英国首相约翰先生提出 在是否使用 华为生产的5G设备的时候 英国除了他以前 强调的各种因素以外 他加了一条 就是不能损害 五眼同门的安全利益 也就是说 他以后很有可能 在战略问题上 会更加的跟美国靠近 因此我觉得 在中英关系上 我们一定要有更高的防范 我原来对英国 是充满着信心的 但是自从三年来 他自我折腾 自我伤残 到现在还脱欧 这已经不是你所熟悉的英国了 你曾经在英国待了很多年 对吗 我对英国已经开始 失去信心了 你已经对英国完全信心了 你对这场接下来的 一奶一语的PK 还有信心吗 我说不管谁赢 都改变不了 等一下到底是什么 休息片刻 回到现场 一虎一起谈 待会继续 国民党的角度都希望 还是有奇迹能够出现 两岸之间的实力的对比 事实上已经不是像过去了 蔡英文当选 对中国的统一 并不是不好 台座之路 走到尽头 就是统一 一虎一起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起谈的现场 到底哪一场选举当中 引起大家的讨论 画面上所看到的 台湾2020 再过没有几天 答案就要揭晓了 鹿死谁手 再兴凶 清闲凶 就你们两个来提板 来告诉我 韩国赢 你觉得会赢的 举赞成 蔡英文赢的 举反对 三二一 你们两个起量提板 你们都认 韩国赢会赢 等一下 我怎么不相信 吉人跟志凯 三二一 量提板 两个都认 是蔡英文 哎呀 那我要看看 现场的观众朋友 认为是韩国瑜的赞成 认为是蔡英文的反对 三二一 来吧 场下 哎呦 也是分歧的状况 来 赞希兄 为什么韩国瑜会胜 因为证件发表会 你可以明显地看到 韩国瑜他是去公事 他很有自信 他最大的强项 就是有 冲刺的能力 爆发你 另外呢 这个韩国瑜啊 他主要是 代表台湾的署名 署名是不分蓝绿的 所以他如果能够真正 把台湾的署名 动员起来 那这个票数 就会呢 很惊人 郭敏当 还有一个优势 在首五个县市 他现在执政 就三分天下 有其二了 我个人觉得 2020年的选举 还是蔡英文会获选 因为在2019年下半年 发生的香港动乱事件 到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 而这个事件 会被蔡英文和民进党所利用 当然也有各种迹象表明 台湾方面 在香港动乱里边 是踩了一脚 是发挥了一些 很不好的作用 另外一个 我也担心 美国在台湾选举中 会大力的 民理案例 支持蔡英文 美国的2016年选举 当时全世界的媒体 包括美国国内的媒体 全部都看好是希拉里 都看好希拉里 结果特朗普 又谁看到特朗普会当选 所以呢 我觉得韩国瑜这个选情 和当时特朗普选 有一点相似 有点相似 因为他有爆发力 对 所以说接下来的最后一礼拜 太重要了 很多的变数 吉人兄 你很特别 你在台湾出身 后来到美国去发展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曾经就在过去的这一年 有机会跟韩国瑜市长 当面的见面 对吧 对 你的观察是 去年我在跨年的时候 我到台湾去看跨年的第一个曙光 结果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听说我来了 特别要求见面 我对他印象非常的好 这个非常的诚恳 而且非常知道抓重点 另外我给他的建议呢 他都做了 所以我很希望呢 他能够当选 但是呢 我觉得蔡英文 又是我原来在台湾的法律顾问 所以我也跟他也有这个 自交 自交 包括他家里的布置 那时候我也出了很多的意见 但是为了以美国的选举的方式来分析台湾的选举方式 台湾就是一个大国角逐的一个棋子 日本跟美国都会积极地介入 所以我很担心 我觉得应该是蔡英文 以不到三万张的选票获胜 哇 你已经敢这样大胆的预言 对 我可以这么大胆 你胆子很大哦 我敢 I wish I'm wrong 你希望你是错的 蔡英文当选 我说赶快回台湾 因为物价很低 在那里拿美金 拿人民币去花钱 非常的痛快 而且景区人很少 不像以前挤得满满的 韩国又要当选的话 台湾的物价一定会涨 房价一定会涨 嗯 等一下 因为他一定会把基地搞进来 等一下 我必须打断你 你预估一个礼拜之后 1月11号公布出来的结果是 蔡英文 胜选 韩国瑜多少票 三万票 三万票 三万票之内 接下来这位告诉你说 不会 颠倒过来 立刻连线这位超级的政治女将 她跟这三位 包括清明党 包括民进党 包括国民党 她都有渊源 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前台北市的副局长 李永平女士 掌声欢迎永平 永平 刚刚我们看到了 姚琪言 直接已经做出了 她的大胆的预言 你有哪些回应 其实大家都认为 国民党不太团结 确实前面纷纷扰扰 让外界说的不好听一点 也有点看笑话吧 可是在最后这一个月来 其实国民党是加速团结 跟整合的脚步 尤其是大家看到了 在初雪也跟韩国瑜激烈竞争 而且没有同意担任 韩国瑜副手的朱立伦 现在可以说 扛起了主任委员 主要领军大操盘手的 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不同的人有因为不同的理由 对韩国瑜有不同意见的部分呢 现在都一一的由朱立伦 再把一些裂合弥平 就是说谁说谁赢 并不好说 但是差距肯定不会大 差距肯定不会大 但是相对的还有所谓的第三势力 永平你看我们画面上看到 所谓的第三势力柯文哲 郭台铭 这两个人其实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他会投给哪一个呢 你怎么判断 柯文哲最重要的爱将 比如 他已经多次的 算是直接下军令状吧 就是他们要投废票 如果废票的比率很高 那他们就可以表示2024 所以柯文哲他已经在盘算2024了 那至于郭董的部分呢 他因为跟亲民党的宋主席 有在不分区名单上的合作 会不会去支持亲民党的宋主席呢 还是说他有可能回过头来支持韩国瑜呢 从蓝营的角度 国民党的角度都希望 还是有奇迹能够出现 但是肯定的是 郭台铭董事长是不会支持蔡英文的 好 掌声谢谢永平 永平在台北我们提出了很多独到观察 回到现场志凯你的看法是什么 韩国瑜应该跟宋楚瑜说我们俩都姓鱼啊 这个我们应该合并 这个亲民党最近几次选举老是构成了一个分裂 而且拉走的票都是国民党的票 但我就担心宋楚瑜会回答一句 寄生鱼何生亮 你这个小鱼你就退下吧 来 清贤你是中国国民党前主席特别顾问 韩国瑜说了一句话 说如果他失败的话 国民党会土崩瓦解 你认同吗 我认为土崩瓦解 这是要激起他的支持者 对他的这种危机意义 你觉得他这只是选战语言的吹票吗 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会改变 但不至于会土崩瓦解 如果这一次选举 真是失败的话 以后要东山再起 确实比较困难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不管国民党这次选举输赢 我认为他在台湾政局当中 作为一次反毒的力量 他不会消失 台湾这个社会 他的选情变化无穷 特别是这次选举 我观察了在台湾选举史上是少有的 我看你的眼睛都跌破了好几个 是的 这个斗争特别的激烈 所以还有最后一个礼拜 变化特别的无常 好 选举的事情就是一番两顿 在还没有开局之前 本来就是五时五时 人人有希望 个个没把握 但在蔡英文的角度会讲说 为什么我不能胜选 如果我胜选下去 两岸关系会受到很大影响 清贤 你在那边是什么 两岸关系确实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不承认九二共识 包括他立了所谓的国安无法的修法 包括像情报工作法 乃至于反渗透法 这些东西对于两岸都是有危机的 但有一个重点在于 整个两岸之间的实力的对比 事实上已经不是像过去了 包括像美国 口会而死不会 这样的一个对台湾的支持 事实上都会让蔡英文 真的在要往前踏了红线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是有相当的风险 其实民进党包括蔡英文 他很清楚 台独现实吗 有可能吗 韩国有几次逼蔡英文 公开表态 要他公开亮去台独的启示 他就不敢亮 他知道台独是不现实的 目前他可以打台独牌 骗出一部分选票 同时在美国那个地方 可以换取一些资源 但是他知道 如果走远了 如果碰撞到 我们反分离国家法的三条底线 后果是什么 民进党蔡英文都是清楚的 我亮他也不敢 所以两个关系 我认为总体上 还是可控的 因为两个关系的 从战略上讲 主导权还是在大陆的一方 可是为什么台独立的选举 会觉得怎么那么复杂 怎么变局这么多 当然就是有一个第三方 那就是白宫在背后 有可能一些影响 我想问一下志凯兄跟吉人 好像这次美国是真的是比较 希望所谓的蔡英文当选 真的是如此吗 两位在华府都有智库交往的 在今后几年中 中美关系中最大的一个变数 就是台湾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蔡英文赢得 台湾地方领导的选举的话 在今后四年的时间里面 美国会变本加厉 要充分利用台湾这张牌 来达到他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我觉得美国已经在牵涉到台湾 已经在支持蔡英文的 但是蔡英文是一个傀儡 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组建 所以你每次看他讲话都是念稿子 有组建的人从来不会念稿子 所以他都是一个 在民进党里面各个派系的一个妥协对象 我认为比较注意的是 赖清德这次做副手 其实这个是非常生的期 当初吕远泽那么多的台独大佬 公开在报纸上面跟蔡英文叫板 最后被蔡英文用非常柔软的手段给摆平 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些的政治手段 并没有像外面人想象的那么差 有的时候半猪吃老虎 在台湾反而会能够起到效应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当选 对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不好 中国需要一个对台湾的这个环柔政策 必须要做到极限才能进来 特朗普上来以后 说来不好听一点 基本上把中美建交三个公报都推到一边了 所以将来美国或者通过舰艇在台湾港口停靠 通过美台军事上的一些合作来刺激大陆 来派和他中美这些贸易战争 金融战争 科技战争 这个正面战场 这次两艘航母下去 从我这边看都不是一个寻常的举止 特别是002号的部署工作 我觉得都有很多的玄机 所以美国一定会打中国牌 而且他下一个就会把台湾关系法放在台湾上面 刺激你中国 看你怎么走 其实中国现在很被动 所以我希望通过你的节目呼吁两个事情 第一个美国有一个叫one percent主义 只要中国有百分之一崛起机会 我们就要打他 这个是我们在中国必须急需化解的误区 第二个就是中国是以哲学立国 美国是以西方国政策是以宗教立国 两个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人出来给美国人讲清楚 而不能对很多的敏感的话题就是避而不谈 我个人很担心中美下去的忍战越来越严重 而这个东西就牵涂到台湾将来的走向 但是蔡英文相对于民进党其他的领导人 他还是比较理性 维持两岸关系基本的现状 这个是蔡英文的一个原则 王再兴会长你大胆的判断 蔡英文无论如何 他不会踩两岸的这个红线吗 不敢 不敢 不是他不想踩 他不敢踩 美国就算用很多的威力逼忧 他绝对不会踩 逼他也不行 因为这个涉及到台湾的根本利益 如果什么时候 他要是踩到这个红线 那么以前张志军主任有一句话 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 如果他踩红线 那么两岸呢 这个关系逼得大陆方面没有退路 那就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是的 江港回归22年到今天 并没有建立起我们一个人民币的阵地 香港金融中心是写到基本法里的 我们不可能削弱它 不管发生任何事也不会削弱吗 香港人把自己边缘化了 澳门和香港不同 基本上它不添乱 一虎一席谈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近到了2020年 很多城市都在突飞猛进 我们过去总讲东方明珠 东方之珠 上海说我是东方明珠 香港说我才是东方明珠 现在有个城市说 对不起 2020 大哥们请让步 小弟要出头了 这个地方就是 麦卡奥 澳门真的会如此吗 最后一家宾 加入我们PK行列 在左手边 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的组长 王福江掌声欢迎胡强兄 我们来看一下 在画面上看一下 为你整理出来 那么习近平谈到澳门 在去年年底特别说了说 推进经济适度的多元发展的主攻方向 很多人想了 金融中心啊 智慧城市等等 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最容易作为突破点 行澳共同开发红情 为什么 因为澳门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空间受限 跟它一合的红情 显然就是最好的承载地 只有打开了它的空间 澳门才可以像一个全所的巨人 盛开 然后才有空间 澳门小这是事实 人口也不多 但是这恰恰是 把澳门打造成一个智慧城市 你比如说新加坡曾经说 我要把新加坡打造成 世界领先的智慧城市 世界各种先进的技术设备 都可以在新加坡我试点 我觉得澳门如果把自己的目标定在这一条上 它是最容易实现的 它比香港更加容易实现 好 你就回到现实面来考量好了 吉人兄你在这方面大大有发言权 因为你跟中国大陆38个省市县都有关联 你是他们的这个城市的经济顾问 开发顾问 从城市的比较来讲 澳门它的独特性可以怎么开发 澳门三个好处是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非常认同中国 所有的官员我在澳门接触说 官员普通话讲得都非常好 而且他会主动用普通话 跟旁边的客人交代 这很重要后 主动跟你用普通话讲话 不是像其他的 是用英文来跟你说话 第二个呢 葡萄牙政府对澳门 是没有什么样子一个影响力的 同时呢 在过去的发展之间 西方的势力也不在澳门 第三个呢 澳门呢 它这里面的独产业 包括每年给他的老百姓分红 这个对澳门居民的认同感都非常好 我认为澳门啊 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20年来 一直呢 很好地坚持 一国两制的这一种体制 澳门和香港不同 他这个澳门总商会 他也是企业家 基本上啊 他不添乱 他坚持呢 挨国挨澳 另外就是澳门这些同胞 他们在回国以后 有一种悠悠感 有一种自豪感 所以他们不希望澳门的局势 受香港的影响 我记得前不久 香港有少数暴乱分子 到澳门去三风叠火 被澳门的群众就给他打趴了 就赶走了 澳门有三大特色 三大弱点 所以将来变成真正的取代香港 估计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第一个从城市介绍来讲 老去太多了 其实我补充一下 所以很多年前去澳门 说不会啊 澳门蛮新的 因为你去的都是赌场里头 你都没有去吉人所说的 那些小样子里头去 第二个弱点呢 就是他一般老百姓的 英文基础不行 他英文只是处于一个 非常出观光级的英语 并不像香港 他是可以跟国际对接 第三个弱点就是 国际对澳门的司法体系 目前是处于不放心 为什么这是香港 这个绝对不能让香港的 司法出现问题 因为香港是我们境外 国家境外吸收 外币最大的一个中心 把这个中心拿掉以后 我们人民币就会非常危险 而澳门现在在司法制度上面 还没有完全有信心之前 大家不敢把大量的资金 往澳门转移 来我们马上听听看 澳门人的心声是如何 马上跳到澳门现场 跟我们联系的嘉宾 是中国思路智库研究院的研究员 王坚先生 掌声欢迎王坚 王坚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在2020年 你对澳门这整个城市的期许是什么 大家一直拿澳门跟香港来比 实际上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不要去走香港路 那澳门的这个特色金融要怎么走 我认为应该走人民币这三个字 澳门已经有了这个澳门债券交易所 实际上也发行了包括国债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样一个 人民币证券交易所交到澳门手上的话 我相信会分流一部分的 这个爱国的资本家 他会选择澳门这片土地 实际上香港现在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金融业从业者是有责任的 因为香港回归22年到今天 并没有建立起我们一个人民币的阵地 这是非常很可惜的 特色金融我理解不应该是澳交所 特色金融应该是充分发挥 澳门现在这政府的外汇储费 比如说他每年会给每个居民发一万的澳币 我们成立一个基金 然后我们成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 有居民自由选择 我可以拿这一万块钱我马上花掉 我也可以放在这里面 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叫特色金融 我是在澳门30年了 经历过99年的澳门回归 我打个岔你在澳门30年了 大家一提到金融部分会讲说 好的高端的人才都是往隔壁 其实你搭个船现在过个桥就可以到香港去 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过吗 有 我是在香港的主板上市公司 这个出任执行董事11年 我刚刚辞去了这个职务回到澳门 实际上澳门是有非常多的人才 散落在全世界各地 只要澳门政府它振臂一户 我们还是愿意回来建设这一片土地的 2020年是澳门残居四海的人才 回流的最好时机吗 经过香港过去2019年的表现 大家会讲说在2020年当中 或许澳门可以扮演所谓的负金融中心 来强化它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这样的本钱吗 王坚 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跟香港去比较 刚才有专家提到澳门的英语的确不好 因为我个人英语也一般 但是澳门它有一个基础 就跟普遇系国家联动特别多 当然普遇系国家很多还是比较落后的 跟他们通商来的确得不到什么实惠 但是长远来讲 就澳门今天不能继续做挣钱的事情 我们该做一些五年十年的规划的事情 所以它并不是说 我们今年就能看到说能挣多少钱 刚才这位嘉宾的观点说 我们虽然拥有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跟普遇系国家做生意 可是澳门有多少人会等普遇呢 只有6% 香港金融中心是写到金融法里的 我们不可能削弱它 不可能削弱它的 不管发生任何事也不会削弱吗 至少现在是这样 如果是我们搞一个澳交所 无论你再怎么牵强地说 我要为普遇系国家服务 我要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 但是这都是金融属性 怎么可能 那么自然地削弱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对 我觉得澳门最大的资源是来自于 粤港澳大湾区的服务 其实综合实力来讲香港还是超过澳门的 所以香港目前的动乱 我觉得并不是它永久的动乱 我觉得香港大家不应该对它失去信心 这里面香港出现三个问题 我以前讲 第一个香港人把自己边缘化了 里面自己把自己marginalize 哪有商人讨厌客户的 哪有商人认为钱 只有绿色的钱赚 红色的钱不赚 第二个香港这里面的 这个中央一直给它这个只有自由 从来没有给它一个往前面走的一个动作 所以当时董建华这个给我的一个 我是香港居民 但是我就认为就是香港在整个长期发展上面 缺乏它的一个vision 缺乏它的愿景 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反对它 不带任何的政务官到香港去执政 虽然是非常的清高 但是没有办法推行它的政策 所以香港好几步棋都走错了 造成今天的后果 但我也认为不是很晚 因为香港的本身的人还是非常善良的 所以只要把它带上正路 香港还是一样会成为一个东方民族 来掌声谢谢所有的嘉宾 谢谢你的收看 今天我们用了四组的关系来剖析2020 第一个二我们讲到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二我们讲到的是英国脱欧之后 跟欧盟之间的关系 我想这个两层的双边关系 在2020迈入新的关系的同时 永远要记得 这两组关系 希望在新的2020能够一切归零 怎么归零 也就是重新善待彼此 才会有新的未来 第二组的20 我们指的就是包括台湾的大选 包括了澳门崭新的未来 这个两组的关系 在2020会怎么样的演变 到底有没有可能 新人 新政 新气象呢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0 我们来了 加油 新年快乐 不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